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根据法国广播电台消息 欧盟将于本月25日实施个人资讯保护新法GDPR 欧盟从5月25日起将实施新版的个人资讯保护法 以保护5亿多欧盟国家居民的个人资讯 违法企业将面临高达2000万欧元或年度全球营业额4%的惩罚 欧盟新版该法命名为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 其试用对象由谷歌、推特和脸书等将用户个人资料作为广告卖点的大型科技公司 此外也包括银行及公共机构 这项新法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是消费者必须明确表示允许使用个人资料 也可明确要求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删除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欧盟这一新法即将生效 苹果、脸书、推特等多家硅谷科技公司都已经修改全球个人隐私政策 凸显欧盟法规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之俱增 在剑桥分析丑闻后 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上个月赴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 脸书将遵守欧盟的规范 近十年来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参考欧盟个人资料法来进行本国立法 除了个人资料法以外 欧盟不断提高不同法规的门槛 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欧盟法法规视为自己全球政策的参考指标 一些国家也效仿欧盟的法规而进行立法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